先講一些故事 為何會有這個聚會呢 其實去年 我們有些中共已經開始去想 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 說香港教會可以做什麽呢 當時世界最終聯盟已經有很多的準備了 看他們那些招見是一個頗目觀的 就在整個世界當中 教會可以演藥去回應這個世界的轉變 正等於當日馬丁普登演藥去回應當時的社會所帶來的一些挑戰 今年就是 剛才而終他們出了四本的小冊子 特別去讓宗教改革那種的努力 今天這個年代我們怎麽能夠延續呢 我們最後的思考就是把焦點搏返向信徒皆祭司的經驗 因為在黑國這個社會如果沒有了信徒的積極的參與和回應呢 就是這個社會可以有的轉化是不會太多的 因此我們就是定了這個題目呢 就是在我們那個信徒皆祭司那裏下掛下 那我的責任呢就是把整個構思的過程呢 就和大家分享先 那然後我們不同的港元呢就就住我們不同的焦點 那我定了一個題目呢就是要改革2.0 2.0是摩登的順劫了 就500年前至到現在其實有很多的更新的運動 只不過我們今天呢就是怎樣去看回一下那種的當時那種的衝擊 今天我們可不可以同樣是肩負起這個的施力呢 那教會更新呢主要都是更新 由一開始是講更新到現在呢 我們都希望是講更新 我們希望教會呢能夠更新的 那所以就選用了這個題目呢 那首先講一下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啦 宗教改革呢如果我們用歷史那個來劃分呢 那是世界的歷史呢就會說 會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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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個叫做中世紀的年代呢 就開始進入一個現代的一個歷史當中了 那我們在神樂園讀教會歷史呢 都是同初二九的歷史啊 中世紀的歷史啊 然後呢 然後呢 宗教改革就是一著就近代啊 那這個是比較顯著一個歷史的劃分來的 從那個文化的背景呢 就是 宗教改革能夠出現呢 主要都是文藝復興語文的研究 希拉文 聖經語文的研究 以至到呢 就是呢 那麼多的信徒呢 或者當時的 教目人員呢 可以自己去研究這個語文 那麼呢 那麼呢 而大道 帶出了這個足夠復興的時候呢 就是聖經的翻譯啦 然後呢 就本地的語言的讀聖經啦 那麼呢 然後呢 就信徒去讀聖經啦 那麼看回一個基礎呢 就是有這個的 上帝的恩典呢 就有這個的文藝復興 就是有一個基礎啦 那麼呢 然後呢 就是怎樣會傳遞 傳播這個改革呢 那麼呢 就 歷史裏面呢 都會有些的總結呢 就剛剛那時候呢 就是印刷術傳到歐洲了 那麼呢 然後呢 就是可以不需要再抄了 那麼 那麼聖經的傳遞的過程呢 這個科技這個技術呢 是促進了這個宗教改革的發展 那麼從教會的主經來講呢 主要就是淑聚券啦 淑聚券呢 是反映了當時的建制教會 或者天宗教的教會啦 那麼他們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呢 就將個焦點呢 就去賺錢啊 那個信仰 那麼跟那個的權力是隔錢不清啦 那麼就引發路德 他就去寫了那個九十五條出來啦 那麼然後歷史上面呢 就是新教的開始啦 那麼 那麼當時主要兩個主角啦 一個就是路德啦 那麼就用來講的幾個圍讀啦 那麼 那麼一般講四個圍讀 但是有些是教科書 都是講五個圍讀 第五個圍讀呢 就是圍讀上的域 那這些的圍讀呢 那這些的圍讀呢 就是都是我們這五百年當中 在信仰當中呢 我們繼續去確立這個聖經裡面 核心的教導 然後加爾文呢 也都是稍後出現呢 那麼他那個改革中的信仰呢 呢 也都強調回那個救恩那個重要的 那所以呢 他 歷史學家呢 就用tulip這個字呢 就強調了他那五個有關救恩的焦點 那麼這個呢 就是總結了當時宗教改革整段的歷史 那到今天 我們五百年之後 那我們 不太滿意我們目前的情況 那我們嘗試去做一些努力 有什麼方向 讓我們去看得到 如何聚焦呢 如果從這個歷史的年代來看呢 我們是從這個現代的社會呢 就進入到一個後現代的社會 那今天呢 已經是後現代社會了 但是我們的成長呢 是現代社會的成長的軌跡 所以我們先要去經歷這個這樣的轉變 能不能夠轉到現在這個後現代的社會 才能夠向這個後現代的社會 我們傳福音做見證呢 所謂的現代社會呢 就很簡單 講理性的 講科學的抗資本主義 所以這個就是宗教改革之後 科學的發言 奧登那種營果啊 接著就是科學的探索了 然後呢 就是理性主義的興起呢 慢慢去到那個地步呢 就已經取代了那個信仰 即是理性那個的權威呢 是高過信仰 所以過往二百年 那種信仰的探討呢 都是用理性去批判信仰 那這個就是那個歷史呢 就是現代社會就是用理性 用科學 然後呢 就是跟著那個社會發展呢 資本主義較為有權有體的發展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成長的 現代主義的社會 那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一個 叫做後現代的社會了 這個後現代的社會呢 就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今天呢 就不講理性 講感性 我們今天呢 就不講理性 是講多元的選擇 多元的選擇 道德我們都可以多元的 婚姻除了傳統的婚姻呢 就是我們有不同類別的婚姻呢 就是我們看我們的人生呢 是充滿變數的 就不是順利的旨意 就是順利的旨意 很多的變幻的 然後這個社會呢 就開放的 開放呢 就是我們可以有很多努力 可以有很多的參與 有很多的成果 然後這個現象呢 就是一個混亂的現象 因為沒有了一個叫做 統一的思想的觀念呢 一致的方向呢 理性的結席呢 一沒有了這些的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進入這個 這樣的現象當中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講的後現代的社會了 那永遠都是一個問題呢 就是 當一個制度慢慢的確定了之後呢 我們叫它做一個建制 institution 這個institution呢 就是要維持它的各方面呢 譬如你的傳統啊 影響啊 運作啊等等 但是它是面對著一個更新的挑戰 是不是要持守這個建制呢 或者呢 我們需要在一個建制當中呢 就去更新呢 那這個的更新呢 是表面的更新呢 或者整個系統的更新呢 那這個都是今天我們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就是我們今天那一個觀景呢 那我自己的理解呢 就是今天香港的教會呢 已經是在整傳的呼音上面呢 是應該有一個的共識了 那這個的共識呢 就是成為了我們 在一齊的社會做建制一個有利的條件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因為呢就是 就是中共改革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叫做科學和信仰的張力了 那當時的科學家呢 都是信耶穌的 所以就沒有問題 但是稍後的科學家呢 就是挑戰那個的信仰 那就構成了一個的理性和信仰的張力 那然後呢就出現了開放保守的張力了 那過往二百年呢就是什麼叫做自由派 什麼叫做保守派 在西方的神託的傳統裏面呢 是出現了這一種的張力 但是在我們香港的教會呢 我們開始把那個文化的使命和科學的使命呢 是有更多的見面 那這個是一件好事來的 就自從中英談判開始 直至到有這個議論和聲明 那我們看到西方那種的叫做張力呢 在香港開始得到容和了 即是說不同背景的教會議論就 可以就在一起去回應香港的轉變 自此之後呢那種的所謂很明顯的張力呢 就已經見得到了 即是大家能夠是為了香港我們去探索 我們去參與我們去建立 那在譬如普世教會協會 WCC和國桑運動那種的張力呢 就在香港也都不是太過見到的 就是香港的各種教會兩個陣營都有份的 那不然而是一個多有效的條件呢 就使我們能夠把一個叫做整傳的信仰 整傳的福音呢 我們在香港這個環境當中呢 我們去揮現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教會獨特些的背景 教會和社會大家都不會否定的了 今天教會要關心社會 所以無論關心多些關心少些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呢 我們去面對這個社會的挑戰呢 我們尋少了一些的背景 那在科技那方面呢 就昔日有現冊術 今天呢是有資訊的 給我們的便利 那阿爾文托弗拉就由七零年代開始呢 就寫了三本書 那七零年代第一本呢 就是叫做未來的衝經 The Future Song 那一年就寫了一本叫做第三波 那九零年代呢 就是講了一個大未來Power Shift 因為那個社會的轉變呢 那個權力遊戲有不同的玩法 那當時呢他已經有多多 但是我印象很開心的呢 就是他所講的那個第三波 第三波呢不是零一第三波 而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三波 那他提了呢 人類歷史呢有三場的革命呢 是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就是改變了那個處境 第一個呢就是農業革命 使得由任務民族去到地區 然後那些叫做封建主義就出現了 那些地主的形勢呢 因為我去到中世紀呢 都是這個農業革命的結果 然後第二個革命呢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呢就從第十七世紀開始了 那然後呢就是工業革命呢就開始轉變了人類的生活了 那就是工具的出現了 那然後呢就是那個財富的累積啦 人湧入了城市呢就是這個城市化的過程 那用大陸來講呢就是1980年的統計數字呢 就是80%的人呢是住在農村的 但是今天的統計呢就是60%呢是住在城市 那個轉變呢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那個所有的生活方式不同了呢 然後面對的問題不同了 教會模仰的問題呢也都不同了 那這種的轉變 教會怎樣去捕捉到這個轉變呢呢 這個叫做工業化 我們所有教會的思考啊傳統啊組織啊活動啊 都全部是工業化社會的成果來的 就是譬如我們的組織 就好像一條生產線那樣呢 就是經過不同的部門 我們可以製造一個門徒出來 是有不同的 那這些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的時候 這些是工業社會的成果 那接下來呢就是1950年之後呢 就開始進入一個叫做資訊的革命 我們今天呢已經是活動這個資訊的年代當中啊 那這個資訊的年代呢就是 我們神樂園啊啊啊啊啊啊 所有交文章都要用電腦的 你不用你不懂得打字呢 你根本就讀不到神樂 是這樣的情況啊啊啊啊啊啊 我們交功課呢是要用電腦交功課 我們先去呢就去查查查 你有沒有抄襲 要經過一個電腦的軟件 那然後呢呢我們呢 我們去改功課 哇這個的轉變 轉變 是一個叫做網絡世界的轉變 你看看 那而最新最新的呢就出現了一個叫做後真理的年代 比如這位人工的書啦 是這麼新寫的 很簡單的 那它解釋什麼叫做後真理 後真理呢就是網絡社會裏面出現一個結果呢 就是沒有真理了 就是將那個後現代活活的展現出來 由現代社會那個有真理 去到我們這個年代呢 沒有真理了 這個社會沒有真理 會變成怎樣呢 就是極化了 所以每一個人呢都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穩定的 它不容易改變自己的思想 藍絲就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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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不到的了 那就是 因為呢它所看到的資料呢 就是它叫做鞏固它現有一套的思想呢 就這個資訊的社會呢 就是這樣的社會來的 那然後呢就是 大家呢沒有出任了 那然後呢你說什麼呢 都是用陰謀理論 即是說呢 那種的分歧越來越厲害 因為你可以自己去拿料 自己去判斷 那然後呢就是 感官取代了客觀的真理 那就 譬如有一些的文章 那這裏是一條報的 應該是 有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那就是 特朗普現象 那我可以鎮低了一些 補充 那就是 對 那就是 那是 那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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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鎮低了一些 那裏是 那裏是 判斷的 那裏是 抓到人心 抓到它那個均角 那所以 那裏來都會投舉點 那裏是 那這個叫做 厚真理的年代呢 就是 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步的传统当中 这个年代就执迷得名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本书里面所说的 你很难改变这个人的立场 因为他在这个立场里面 一直会用这些资讯去巩固他的立场 这个就是厚真理的年代 我们是用报纸的境外 那我们教会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是教会的使命是重要的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怎么实践这个使命呢 我介绍《Manus Read》的两本书 一本就是叫《Post-modern Publiance》 这本书是以前不写的 它就提出了那个案件的观念 后现代的文化就是这个 那我就不详细解释了 那他这本书就是全本书解释 后现代的文化是一个什么的文化 所以教会要去接触到这个社会 向这个社会见证 那这个努力就是五百年前 马丁路德是被动的回应 而今天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 进入到我们社会这样的潮流的时候 我们不去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主动的机会 第二本书就是他早一年所写的 就叫做《甲子营教会》 他就抛了十个水谱出来 如果教会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做见证 就有十招 那这里的十招就抛了出来 那教会更新 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等一会大家会看到 我们建议是站在我们三个强项 就是教育和服务和医疗 接触这个社会 但是留意到那个大环境的转变 当然我们扮认这些教育服务和医疗的时候 都是要留意了 然后就是教会内部 我们就说教育和信徒 一起实施的使命是重央的 所以我们等一会就会分享 其他我们将来会有趣再探索的 就是教育一路都做的一些调查的 我们都锁定了有几个课题 是在影响我们的教会 但这个大环境后底下 我们怎样是清理出走的问题 就是那种思念怎样去处理 社会伦理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教育怎样去护衍社会的转变 即长迅动的见证是怎样 一国两制我们最关注一点的问题 希望这个介绍 都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的转变 教会今生是需要 好像马丁路德那样 去看到我们面对这些挑战 然后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去回应 我们一起结合 多谢天辈我们今早能够安静下来 求主向我们说话 求主给我们有承担 求主给我们有参与 以至我们从参与的过程当中 我们见证到你恩典的丰盛 见证你的同在 见证你的使用 伺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其中一个奉耶稣基督灵头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